好,各位学员大家好,欢迎来到环境网校,我是赵恩山 那么首先我们要去进入到的就是本节课的第一个环节 叫三三的我问你答时间 那么一起来回顾一下上节课的内容 在上节课呢,我们其实跟大家去介绍了一种特殊的土石坝 叫混凝土面板堆石坝 那么关于它的内容呢,咱们是从头讲到了尾 咱们就介绍了总共三块的内容 第一块呢,我们就认知到了有关于混凝土面板堆石坝 它的霸体分区图,以及关于四大基本定型分区的力竞作用 还有相关其他的一些要求,是不是 好,这是我们讲的第一块 那么来到了第二块,这是关于它的一个填柱施工 填柱施工里边首先要去区分到的 就是有关于进站法、后退法以及混合法各自的优缺点 以及在真正的填柱过程之中 它针对的是哪些区域的铺田与碾压 好,这种题的关于填柱的第一块 关于填柱的第二块呢,就来到了压实参数与质量控制 它的压实参数和前边咱们所学到的土的压实参数 有它的相同与有不同之处,你要进行个区分 那么再其次呢,就是它的质量控制里边 你要知道,你要测的是哪些项目就可以了 这就是所涉及到的第二块内容 那么除了上面的两块呢,我们还涉及到了一个第三块 就提到了有关于面板的施工 那么面板的施工总共包括了五步 这五步里边设置到相同的一些小考点 你要去明确 除了这个面板施工以外 还需要大家重点去关注了一种叫做接缝的施工 接缝里边重点掌握了一种材料 叫做铜纸水 它的焊接是合格是什么样子的 以及关于焊缝它的一些强度的要求 好,这就是上节课的内容 那么再次强调一下,上节课这个内容点 是可以独立作为一个按理题的背景资料 按理题的极小文来去组成的 所以咱们学员在学习过程之中 再次强调一定要着重注意它的一些理解性的 一些知识的应用即可 好,那么针对于上节课的内容呢 我们给大家两个题目来检测一下 那么这两个题目呢,其实都是类似于简答题啊 请听好我的第一道题 那么第一道题呢,非常简单就是关于霸体分区的一个实图题 就是基本定型的四区包括什么 基本定型的四区包括什么 hello 四区,霸体分区包括四个区域 霸体分区哈,不是面板,是霸体分区 所以我们提到有一个变层区,我们要给到 还有过渡区,主堆值区,下渡堆值区 缅甸国主要下雨 把缅去掉以后,整个的这四区就属于咱们的霸体四区图 是吧,好,不错 好,这就是要的第一个问题 比较简单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 那么咱们的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关于施工嘛 提到施工了,你必须去掌握到的就是有关的施工流程 那么请试,请简答啊 简答什么呢 简答面板或面板施工过程之中的五步都包括哪些 混凝图面板堆时霸 它的面板施工的五步骤都是什么呢 电子的去过渡去图的去图的一下 这些不错啊 好,五步 下一个问题,五步 第一步太大了 所以我们要进行什么 分块 对吧 第二步要找平垂直缝沙浆条的铺设 第三步提到了钢筋 钢筋的架力 钢筋架力完了以后 后面就是关于面板混凝图的胶筑 以及最后它的养护 这就是这五步 我希望我们学员可以做到的 这五步你能真正的给我简答出来 因为这些施工流程 可以作为填空题去考你 也可以作为纯粹的简答题 直接让你去指出某某的 施工工艺流程是什么 所以你要再次进行一个明确 它的重要性就可以了 好,那么这就是我们所涉及到的 两个问题 两个问题到此结束 没有去掌握的 那么我提醒的各个小考点 没有掌握的 一定要自己简单去做个笔记 接下来我们就赶紧把它给拾起来 就好了 好吧 好,那么随着三三的 我已经打时间到此结束 那么我们的第一个环节 那么我们就结束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就是第二个环节 就是咱们本专题的内容 其实上节课跟上上节课呢 我们前两个节课给大家讲的都是土石坝 那么从这一节课开始 我们要去认知到的就是混牛土坝的内容 关于混牛土坝这一章 我安排了两块两张啊 两个内容 第一个就是我们本节课 第二个就是下节课 也就是这一章也有两个专题 这两个专题是相互在一起的 所以没有一个明显的区分 因此本节课 我不会安排小节的内容 把下节课讲完以后 咱们再进行整体的这两节课的小节 所以在这一块要明确 好吧 那么对于混牛土工程 其实啊 我们学员都是最最常见的 也是咱一件里边最易常考的 就是关于混牛土坝 那么对于混牛土坝这个常考点 那么在一些过程之中 你要去明确它所涉及的一些要点 本节课呀 我们先用一个题目来去演一下 那么一般情况下呀 我在前几年讲课的过程中 我会直接去给到你啊 给到你说混牛土过程之中 涉及到的材料包括什么 涉及到施工流程包括什么 这次不说了 这次啊 咱们通过一道题 然后我们一起去摘出 关于整个混牛土坝 它包括的哪些材料 哪些供应流程 好吧 好 接下来我们来去做这道题目 那么这道题目呢 就是叫整个混牛土施工的 流工艺流程图 我们先是可以看到的哈 还是比较清楚的 好 那么它在这儿给出来了 从咱们首先来去看这条主线 这条主线呢 从施工准备到测量放样 基础面处理 钢筋 还有磨架 以及青仓 验仓 CD复制道 然后接下来是混牛土胶筑 以及最后的E 那么这就是我们给出来的 有关于混牛土啊 施工的工艺流程 那么这就是普通的 全部是用的 也就是你不仅用到水利 你还用到其他的食物科目里边 对吧 那么在这个知识点里边 这就是它主线 那么主线呢 就是让你达出来 C和D是啥 还有E 那么青仓完了以后 对于混牛土 咱们也有混牛土的一个制备 就是混牛土的半壳 混牛土半壳完了以后 有混牛土它的运输 运输到相关的我们的坝面啊 或者说舱面啊 然后你再进行混牛土胶筑 每个混牛土胶筑完了以后 你要进行的是什么 就和咱们上节课 刚刚结束的混牛土面板 它的施工 胶筑完了以后 混牛土要进什么 就是我们所使得的养护 所以这个E就是养护 对吧 这就是整个这一条长线里边 教大家再次去关注的施工流程图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往下看到的是 它们的小分支 也就是对于这个钢筋绑扎和预埋件安装 那么你这个钢筋是它的一种材料 所以要进行钢筋的加工 对吧 那所以A在这儿还有一个步骤 叫钢筋的加工 那么对于B这个模板 也不是说一般都不是显成的 所以呢 我们在这儿会有一个模板的制作 那么A和B 就是针对于钢筋和模板前续的这些工作 那么对于C和D 就是整个长线里边 你混凝土 它的一个是半制或者是半核 然后呢 就是运输 运输交注 交注养护的大过程 因此啊 这个工艺流程是比较好理解的 那么这个工艺流程图呢 也就引出来咱们整个混凝土 八过程之中最最主要的几步 好我们来看 把这ABCDE简单给大家去说一下啊 那么对于这个A 只针对的是钢筋 我们给到钢筋的加工 B就是模板制作 C它的半制或者制备会叫半核 那么D呢 就是运输 E就是养护啊 所以针对于这样的题目 我们就把整个的工艺流程全部盖得到了啊 那么这也是一个长考题 这个要就明确了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工艺流程 咱们来盖它到有关于水利的混凝土吧里边 跟它的不一样的点啊 关于水利的混凝土吧里边 跟它最最不一样的点 就是我们要进行的是有一个混凝土的分缝分块 混凝土的分缝分块 因为混凝土吧 它是大体级混凝土 对吧 所以它要进行分缝分块 分缝分块完了以后 每一块它在进行施工的时候 是这样来做的 啊 所以在这个支持点上 要去明确 它的前续又有一个不同点 多加了一个这不走就OK了 这就是咱们的一个不一样的特殊点 混凝土吧工程 是吧 好 我们一直在用题来去引它 我们要跟上 是吧 好 那么简单呢 我们就知道了整个的工艺流程以外 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进行一个提炼 好 我来说 你来答 好吧 好 我们的第一个 也就是关于整个混凝土吧 它的施工过程之中的三大主材是什么 三大主材 我们在这有提炼了哈 三大主材 第一个给到的是钢筋 第二个就是我们所认知到的模板 第三个就是给到的混凝土 那么针对于这三大主材以后 这有各自的施工流程 以及施工要点 那么在本节课 以及下节课的时候啊 我们不会再跟大家去讲 钢筋和模板的有关知识 我们所认知到的点都会围绕着整个混凝土 混凝土 它的生产 它的运输 它的胶筑和养护 以及大体积混凝土的弯控措施 就是咱们这节课和下一节课的核心重点 这个要求明确 再次强调 咱的大半课就讲一个混凝土 钢筋和模板下来自己学习就OK 好吧 好 那么我们就明确了啊 整个呢 老师要去讲的内容 以及我们混凝土 普通的混凝土施工 和咱们水利里边所提到的混凝土霸施工 它的最最一个核心的区分点 好 全部掌握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开始一下本节课的内容 本节课呢 咱们来到了专题9 跟大家去讲到的是 有关于混凝土的生产率交出的1 那么下节课去讲2 所以咱们这节课再次强调一下 本节课和下一节课 没有明显的区分点 咱们这节课能讲多少 讲多少 讲不了内容放到下节课去讲 好吧 好 我们来看具体的点 那么对于本节课呢 我安排了三个主要知识点 而我们三个主要知识点里边 本节课最最核心去解决的 就是第一个 第一个知识点 关于混凝土的半核设备 及其生产能力的确定 它不仅考选择 还会设定案例 接下来 以它为主 以谁为辅呢 就是说关于混凝土的 运输方案 混凝土的运输方案 从未考过知识 但是我希望我们学员 在这儿 你要去了解 它的运输机械 运输方案 以及选择运输方案的原则 因为这些原则 这些内容 它一旦考了 就会去考你相关的 分析改错题 你要去明确它的重要性 好 这有条件的点 好 那么接下来 来看第三个知识点 第三个知识点呢 会跟大家简单去提到 有关于混凝土焦注与养护的一 这个一里边 我们重点提到的第一个步骤 有关于焦注前的准备作业 就OK了 其他的四步 我们放到后边 你说其他的关于平仓阵脑呀 是不是啊 还有我们最后的养护 还有以及大提及混凝土的内容 放到下节课去讲 那么这节课呢 关于焦注和养护里边 重点讲一个准备作业 就OK了 好 这就是我们本节课的 最最核心的点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一来去看每个知识点 首先来去看到第一个 第一个知识点 也就是本节课 你必须要去学会的 一个大知识点啊 提到的 就是关于混凝土半核设备 及其生产能力的决定 好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要去认知到的 就是半核设备 那么半核设备 都有什么样的半核设备呀 第一个呀 你要认知的就是半核机 我们常说到的 比较简单的 这个半核机 那半核机呢 也就是所提到的 是制备混凝土的主要设备 那么随着半核机 与其他系统的一个结合 我们就形成了 下边的半核站 半核楼等 是不是 这就是我们所提到的 半核机主要设备 那么对于半核机 按照搅拌的方式呢 它的不同 分为了抢制式的 自落式的 和窝柳式三种 哦 这一块呢 你要知道 它的简单分类 按照什么呢 按照它的搅拌方式不同 那么A图呢 就是我们所提到的 强制式的 强制式的呢 这个搅拌桶 它是不动的 那么它依靠的是什么 依靠的是咱们那个 叶片 跟这个轴 轴带动这个叶片 去转 强制性的去搅拌混凝土 所以它提到了一个 强制式两字 这个要求明确 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到 叫自落式 这个自落是什么 就直接下落下来 所以啊 你这个物料啊 它得反而随着我们 这个桶 它的转 给放到最高处 自落下来 然后再进行搅拌 就OK了 好 也就是我们所提到的 第二张图 它们所提这个搅拌桶 它是可以去旋转的 那么这个搅拌桶的旋转 它带动相关的 这个叶片进行旋转 也就是这个叶片啊 它是固定在搅拌桶上的 那么你看一下这个图 它搅拌的时候 把我们所认知到的 这个混凝土 它的这个材料啊 就是它的一些半合物 那么弄到了最高处 自由下落 所以它的名字 就源于这样的一个点 所以它叫做自落式 那么接下来再看涡流式 涡流就形成相关的涡流嘛 它有一个涡旋机啊 一个存在 所以呢 在这儿形成涡流式进行搅拌 那么涡流式呢 因为它的价格比较高啊 技术比较高 所以啊 在这儿用它的时候 你一定要选择合理了 再用它 好吧啊 所以前面这两种 还用到比较多 那尤其用到最多的 就是自落式 因为对于强制式呢 你用的搅拌的这个混凝土 是干硬性的混凝土 用的它才用这个强制式的 所以在这个点上 你要知道 这三种半合机 它的名称是什么 有学院就说 半合机的名称 我知道了 难道它会去考吗 它真没考过 但是它可不可以去考呢 它必须的 所有的分类 再次强调一下 所有的谁谁谁的分类 你都可以去作为 相应的单选 多选题去考了 那么你要去认知这一块 就是我们的自强啊 强制式的 自落式的 还有一个窝流程 这要是明确 好 这就是提到的第一个点 那么对于这种半合机 到底好不好 半合机 它的能力到底有多大 你通常用什么来去表示呢 就是所涉及到的工作容量 你半合机 就是搅拌 半制制办混凝土的 所以就提到 它的工作容量 那么容量容量 就是容积的意思 那么它的一个 相应的最最细节的考点 就是一般情况下呀 是要用升 或者是立方米 来去计的 你办出来 你能说平方米吗 混凝土一般情况下 它都不会说平方米 所以是这一块 要注意 要么是升 要么是立方米 这是非常细节的把控 我不强调 会有人入错吗 那必须的 所以在技术课里边 咱们还是要进行强调的 那么对于这个半合机呢 它有一个循环的作业过程 怎么样呢 那很简单 就是你装料半合 你半完了以后 你得怎么样啊 把它卸出来 所以啊 这样的一个表示方法 它的过程叫做装料半合和卸料 三个循环的过程 所以在这一个点上 要继续明确 这就是当个的这个半合机 那么当个的这个半合机啊 一般它的应用 就是应用比较小型的 用量比较少的时候啊 这就是我们所涉及到的 这个半合机 那如果呀 比如说水的这种大型的工程 或者说某某建筑这个建筑工具 它也比较大型的工程 它就用三个的这个 就不是不适合了 那用什么样子的呢 哎 就是下边我们要说到的 下边的这些内容 就叫做半合站和半合楼 那么再次讲调 半合站和半合楼比它就要大了 所以它的应用范围就要去广一些 那么半合站和半合楼 有没有区别 哎你要知道 它们两个是有区别的 那没有区别 我为什么要把它放到这里 说呢 而且叫两个名字 是不是 那么咱的半合站呢 它是一个系统的一个站 那么这个系统的站呢 它是由五大系统 把它去组成的 我们简单去认知一下 五大系统 除了你的半合以外 咱们还有一个称量系统 有它的运输系统 有它的储存系统啊 还有我们所认知到的控制系统 所以它是由五大系统 去组成的这个半合站 某某半合站 等多要点 是不是 那么对于这个半合楼呢 它所知道的就是一个楼 这个楼会分成不同的层 不同的层去get到 这五种作用就可以了 所以在这一块 你要知道它们的本质区别 而这个半合站呢 一般它的回收 或者是说我们这些回收点 都是比较高的 而我们的半合楼啊 它呢 建起来容易 但是拆起来难 因此啊 这个半合楼用到的地方 就是我们常说到的 这个大型的水利工程 用到的半合楼是比较多的 这个要去明确 好 那么简单了解了 这些半合设备里边的半合站 和半合楼 接下来关于它们里边 所设到考点 我们简单去认知一下 就可以了啊 也就是说半合站的布置啊 不同的地形 它的布置形式是不一样的 如果是这种台阶的地形 台阶是什么意思 台阶就是比较平的意思 对吧 那么这种台阶的地形啊 你直接一字排开就可以了 一字排开很简单 那么它们的控制能力 是比较比较强的 所以呢 就直接一字排开 那如果是这种 沟槽路路线地形 就是沟槽路线的 都是往下凹的这种地形的话 那么你直接一字排开 它就无 没有这种特别平缓的 给你一字排开 那怎么办呢 我们提到 如果半合机的数量比较多的话 你可以双排的相向布置 保证它所认知到的这个半合站 它的系统啊 所以在这个认知上 我们简单了解 就OK了 半合站 再次讲 要你简单去知道 它们不同地形 编排的方式不同 就OK 那重点呀 咱们要去学到的 和水利挂钩的这个半合楼 那么半合楼 你倒要看一下 为什么叫楼 是因为它有不同的这个层次 这就是我们所设计到的半合楼 好 那来看一下半合楼 半合楼是集中布置的混凝土工厂 按照工艺流程分层布置 那么这几个层你必须要去强调 必须要知道 它的层是从浸料层到储料层 配料层 半合层 以及粗料层 这五层 这五层是从上往下 一次是这五层 五层的名称 你必须得会 五层的名称 你会去结合图绘 五层的名称 你自己能说出来 能排上序 再次强调 这就是我们所提到的半合楼 那么在这五层里边 有一个控制中心 控制中心 不是你知道的半合层 控制中心是配料层 配料层是全楼的控制中心 因为你半合是严格 按照它的配料单来的 所以配料是关键 因此配料层中间这一层 是它的控制中心 设有总操作台 好 这个就是我们所提到的要点 好 那么再次去注意一下 这个就是本半合设备里边 最最核心的一个考验 你要注意的一个实图题 你要注意的一个排序题 你还要去注意的简单的单选题 谁是控制中心 好啊 好 这就是我们所认识的第一个 非常小的考点 认识了这个半合设备 好 那么认识了半合设备以外 接下来我们要去做这道题了 刚讲完 做这道题 相信不会有人出错啊 来吧 这道 没错吧 好 那么来看 这道题提到什么 是半合楼按照规议流程分为了 建料 储料 配料 半合 即出料层 共五层 其中谁是全楼的空车中心呀 就是我们所提到的B叫做配料层 没问题哈 来那张图从上到下一次是谁 你也要知道 一二三四五层进处配半出 啊 这个一定要去明确 好 简单的一个实图 好 那么我们所涉及到的半合机 我们半合设备就了解到此 那你知道这个半合设备了 不同的工程 我们要用不同的半合设备 那么你要去到的 不能说我们的浪费 也不能不够用 所以呀 你要去了解 要去认知一下这个半合机 它的设备 它的设备 它的生产能力 到底它复不符合 你所需要的能力呢 哎 接下来我们就要去看到第二块 我们所认知到的叫半合设备 生产能力的确定 关于半合设备生产能力的确定呢 第一个你要知道它的确定方法 你选的时候 我怎么去选呢 它跟哪些因素有关系 那么你就要去考虑它这些因素了 是吧 好 我们来看第一个点 第一个点就是关于它的影响因素 对于半合设备生产能力的影响因素 包括三个 一个呢 叫设备容量 就是前边我们所认知到的 设备容量一般用什么来去表示 或者叫做功德容量 设备容量 这都是OK的 用什么来表示 还记得吗 用生或者是我们所认到的平方米 还是立方米 立方米啊 在这个就是设备容量 就是工作容量 生或者是立方米 非常简单的一个单位的题 就是多大呀 是不是 但是呢 一般情况下 强调了一个半合计用到的次数啊 在水力工程是比较少的 都是多个半合计 因此你还要用到的第二个顺 就是抬顺 多个多到什么的程度 抬顺 啊 这个就是前边这两种 那么接下来呢 一般情况下呀 你在比这个设备好 或者说这一套设备好 另一套设备不好 它们两个好与不好的相对性 你不能是比总量吧 你比如说A这套设备 总共能产出 总共能产出是1000方 B这套设备 总共能产出500方 那你能说A好B好吗 A大于B 你能这么说吗 肯定不是的 我们要去比较的是单位时间的 你给他定一个原则 要么时间相同 要么总量相同 用的时间不一样 要么时间相同 出的量不一样 对吧 那么最易用到的呢 就是单位时间 你干的什么事 就是我们所说的效率的问题 因此啊 在这一块 它的应用也是这样的啊 除了设备容量和台式以外 核心的关键点叫做生产率 单位时间 你能产出多少 然后我们进行相的一个结合啊 所以在这个指示点上 要去明确 这就是这三个要素 这三个因素啊 在20年的案例题啊 考了 考案例了 其实我们在跟大家讲 20年的这种课目的时候 提到的这个要点 就是在这个因素里面的 一般情况下 会以选择题出现 那么20年呢 打破了咱们的认知 他说考案例了 所以在这个指点上 我要跟大家去做个提醒 他并不是说 所有的题目都能作为相应的案例考点 这一块为什么去出案例考点 是因为针对于生产能力 它的计算常常出案例 那么生产能力的影响因素和计算 稀息挂钩 因此把它们俩放到一起 作为一个案例题 是可以这样出现的 那么在学习过程之中 或者说我们学习以后的内容的时候 你也要感觉到 如果我说这一块知识 平常咱们都是以案例题出现的 那么你要去看 前后知识是否有联系 如果有联系的话 它是不是可以去出到案例题呢 这样的可能性会增大 所以在这个知识点上 你要明确它的 引申出来的一个简单的学习方法 好吧 好 那么我们在这一块 我们再次详调 它的设断能力就是这三要素 三要素不仅会做选择 你还要去做案例题了 那么在这个点上 我们要再次去明确一下 说老师讲完了 OK 会做 这有什么呀 就是社会的容量 还有台顺 还有生产率 干得快慢的问题吗 是吧 好 那么有的人呢 就是学了很多内容的时候 你记不住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做个小游戏 来 做个 我很漂亮 一直很漂亮吗 做个小游戏 来 第一个 来看一下 这个是什么树 有没有什么树 谢谢小可 容树 我们学员说 让老师我认识容树 有没有福建的学员 来 有没有福建的学员 这个呀 是什么呀 是你们那儿的 你得记住 它叫什么 容树 这个就是知道 那么它是什么颜色的 这么简单的问题吗 绿色的 对 所以咱们简单给大家写一下 绿容树 缓冲一下 听了半天课了 我们来缓冲一下 做一个点 绿容树 这个绿 就是我们所提到的生产率 我没有给你随便做游戏 得和我们的知识挂钩 这个绒 叫设备容量 这个树 就是所提到的台数 因此 福建的学员 做20年的按理题的时候 今天 应该不会出错 因为我每次都这么去讲 那么福建的学员 二年的按理题 这三份 你是必拿到手里边的 要明确 所以在这个知识点上 要注意 好 那咱们有原理 有技巧 这个影响因素 就干得到了 在这样的影响因素之下 在这样的我们的评判之下 那么会出现一个规模的选择 就是下面我们要提到的生产规模 那么这个生产规模 其实就是我们所认知到的 它的基本生产能力 你要去满足 焦住强度 而选择配置它的总生产能力 来去表示 生产规模的大小 按下列规定进行划分 那么在这提到了一个焦住强度 好 我们来说一下 焦住强度 跟你所认知到的 混凝土的C30 C35 C45 什么C60 C30 C60 这样的表示 有没有关系 这是你必须要去认知的 和学看到焦住强度 焦住强度 就是混凝土 这节课正好讲混凝土的 混凝土的C30 C60你要知道是没有关系的 这个强度是指导的工作强度 所谓的工作强度 它的表示方法就是量的大小 工作量 这个要注意 好吧 好 这就是我们所提到的工作量 那么它要去满足这样的工作量 去选择不同的规模 这个要第一个认知 那么来看一下 这个生产规模 它总共划分成了三类 叫大型中型和小型 大中小 那么针对于不同的小时生产能力和月生产能力呢 它会有相应的数字对号 但是这个数字呢 是掌握一个就可以了 而你只需要去掌握这一块 只需要去掌握这一块 就是不管200还是50 只要在期间呢 它就是中型 那么大于200的十大型 小于50的就是小型 它针对的这个立方米每小时 小时生产能力 那么对于月生产能力的时候呢 是以万来计数的 所以啊 它在它的上边乘以一个300 就是得到了后边的数字 因此在这儿 你知道的250 说上老师250是骂人的 但是我在这儿 我是认知啊 其实250 250 并不是说啊 就是一个骂人的 但是有的情况下 你是要有250的这个劲儿的 比如说 学这个建造师 我管了三七二十一呢 我就是这么学 我就是死心白脸的学 我拿到这个建造师 我很下功夫 下苦功夫 下他一年 对吧 下功夫下一年 拿到建造师了 我开心 那么这就是人说 哎呀 这个人啊 这个劲儿还还挺重啊 那必须的 学习 你要有这个重劲 所以在这儿就是不管200还是50 只要在期间 就是我们学的中性 这是立方米每小时 再强调一下 250啊 不是你认知到的250 不是你认知的250 它是由200和50来去组成的 这样就明确了 好 那么一个月 一个月多少天 一般情况下 没有特殊说明 就是30天 所以你用前面那个顺 乘以300 就得到了后边的顺 来看啊 50乘以300 等于15000 那么就是1.5啊 300乘以200 就是6万 所以就是6啊 这不把万已经提出来了吗 因此你掌握了前边 后边你还掌握不了吗 那必须的能掌握 好 这个就是咱们简单的认知的技巧 那么上来 你就去讲这个技巧啊 讲这个技巧 那么你不跟我去讲讲原理啊 为什么这些数字是这么来的呀 我来告诉你 实验和规范来的啊 因此你在这个知识点上 不需要去掌握原理 你需要去掌握的 就是这个技巧 应对我们171518年的单选题就可以了 151718都考了 就考这个表格 还考了一个 我们最最一样的结果 后边我告诉你 好吧 啊 所以在这个知识点上 这样的单选题 掌握技巧就OK 好 那关于生产规模 我们就说完啊 那么了解了 它的确定方法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知道的 到底这个生产能力 一直在说生产能力 这个生产能力 到底是多少呢 它能不能满足需求呢 哎 接下来我们就要去看 它的计算 生产能的计算 2018 16年的案例题都考了 要去看它的生产能力的计算 那么你说这个生产能力 一般情况下呀 并不是说它所涉及到的总量是多少 你应该用什么 用它的生产率来表示 所谓的生产率 就是我们认知到的单位小时 它的生产能力 所以提到叫做半核系统的 小时生产能力的计算公式如下 一个小时产多少 那么它的计算公式 看起来这么多字母含义 其实非常简单 一个小时干多少活 那么你就用你相关的总量 除以总时间就OK了 这就是单位时间内 咱干的事是多少 是不是 好 那么接下来就是针对于 不同的这个总量 怎么去计算 这个时间怎么去计算呢 哎 那么在这一块呢 咱先别看哈 你先别看这边 咱们先一起去推导 那么这个总量的时候呀 一般情况下 你计算某某总量 或者说你计算啊 它需要需要多少量的话 啊 我们要注意 它是这个总量 是以一月的工作总量来走的 也就是一个月 我最多需要多少总量 不是一天 一个月需要多少 一个月需要多少 好吧啊 那么所以这个总量 它是用月 它的总的生产能力 或者说总的一个交注强度 来去表示的总量啊 那么时间 那么时间的话 它是要注意 它是给到的是小时生产能力 所以你要明确 所以你要明确一个月 有多少天 一天内几个小时 是吧 所以大家的时间 是用天乘以小时 哎 这样就组成了总有多少个小时来走的 总量是以一个月的量 来去表示的 是不是 好 那么在整个的你计算的过程之中 也就是咱们刚设计的是知道的 咱都要成立一个什么 安全系数 或者是我们跟大家去讲到前边的 关于维研那一块也是 一直在提到安全系数不小于多少多少 怎么着安全系数不小于多少 大于多少 那么在整个的半核设备生产能力的计算过程之中 你也要设计到一个系数 它叫什么呢 叫做不均匀系数 你就是前边啊 我要给它成一个系数 成一个系数 然后最后这些 我们就得出来叫做它的小时生产能力了 这样就知道了 那么我们就知道它的原理了 知道的原理 那么真正在去做题的过程之中啊 它不是直接去考你这样的原理 它靠你什么 考你相关的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你要去掌握两层 第一层字母含义 第二层第二层才是计算 计算过程之中 你要去掌握一些细节 你要去掌握它的一些单位了 还有我们最后的一些要求了等等啊 所以对于这个公式 我们要掌握两层 第一个层就是字母含义 第二层就是我认知到的计算 好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它的总量是怎么表示的 总量出一时间吗 总量是QM 好来看好 我说是用一个月的量来去评估的啊 每月啊 再次强调一下 立方每月这个单位必须要知道 这就是我们所提到的这个总量 那么月的时候你要换算成小时 一个月多少天 一天多少个小时 所以它出一的时间是M乘N M就是每月的工作天税 一般需要25天啊 那么这个天这个地你要去描出来 那么对于这个N呢 就是每天的工作小时税是H 这就是时间 那么总量出一时间得出来单位小时 它的生产能力的量 那么还要去给它乘一个细数 就是这个KH叫做小时不均匀细数 啊 渠道是1.3到1.5 那么这样算下来 最后才去得咱们这个QH 叫小时生产能力立方米每小时 这就是公式 水利的公式还是比较简单的 你只要了解了它的原理推导 那么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公式的原理把控 没有问题了 然后再进行两方向上的一个学习就OK了 好吧 我们说要讲造价怎么没见过呀 哎 今年的荡期实在有点慢 非常抱歉 我这样 我太不好意思了 我还真没去造价去转一圈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啊 好 这就是我们给到的第一个点 再次讲讲 这个公式看起来是非常简单的 它的考评也是比较高的 这我们条第一个点 那么在计算的过程之中 你要去掌握 比如说啊 我们相关的一些系说 你得取准了 一般呢 在背景资料里边会给出啊 再有就是在计算过程之中 会不会直接去给你这个公式呢 哎 我们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下啊 如果给了你 那么就非常简单了 如果不给你 公式不给的话 这个公式你能不能默写出来 能不能默写出来 这什么条的一点 能不能默写 一会儿再来一题 别着急呀 能不能默写 必须能啊 这很简单 总量出去时间嘛 是不是 哎 所以不能的时候 你要回去默写出来这个公式 因为这个公式会作为相应的题目 给到你相关的分值 这就比较一个 好 这就计算 那么计算里边跟大家强调了 那如果是字母含义的话 啊 如果是字母含义 在本公式里边的字母含义 你是必须得挂上相关的单位 单位你别丢哈 单位一旦丢了 肯定会去减你分值的 你不要直接给我写 混凝土高方加重强度 后边的立方米每月不写吗 必须得写 不写会减分 啊 所以字母含义要掌握到这样的深度 这就是咱算的这个公啊 公的能力 这个混凝土设备公的能力 是比如说我们给到的是1000啊 1000立方米每小时 他公的能力是这样的 那么到底这1000立方米每小时 合不合理呢 哎 咱应该怎么办呢 你应该去教合一下 公大于等于须 你才是合理的 那么这个需要的量怎么去涉及呢 哎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后边就是我们所认知到的教合 来看这个需到底用什么 谁需要浇注 浇注成什么样子的 对吧 好 这就是条件 也就是前边这些内容先别看 跟我一起来说 需要 需要 我需要多少量 你需要多少量 把混凝土浇注成什么样子的 混凝土一般呈现的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浇注块呢 还是浇注面呢 第一个你要设计 是什么 是浇注块啊 还是浇注面啊 当然是浇注块了 块咱也才有体积 是不是 所以你就看 你浇注这个块到底是多大 就它的需求量 需求总量嘛 是多大 那么多大的话 我们浇注的这个块 是有相关的这个浇注块的一个面积 然后呢 还有我们所认知到的这个厚度 对吧 还有认知到的这个厚度 总共就组成了它相关的体积啊 所以它的需求量 就是用你相关的面积乘以厚度 就是等于他们所认知到的体积 立方米 这是第一个点 总量我就知道了 总量 它需求的总量是这样的 但是你在对比的时候 你不是对比的总量 前面给到了 说如果某某它的生产能力 是1000立方米每小时的话 那么你直接用总量来去对比 是不可以的 你应该还要去找它的时间啊 比如说我们算出来 这一块是2000 2000立方米 你不能直接用2000和1000来去对比 你应该算单为小时的 所以它要去处于时间 那么这个时间 这个时间 第二个就要去确定的是它的时间 它的时间和谁有关系 那么就要去知道 我们在进行浇注的时候 是分层减数的 那么层和层之间 它们的间隔时间是多少呢 层和层之间的间隔时间 你应该在下一层和凝土啊 出凝之前去交上一层 所以它的时间 就是我们给出来 你不用去考虑各种元素啊 你就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什么 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我们给到的是出凝时间 是不是 那就和什么挂钩啊 和出凝挂钩啊 因为咱是分层 一层一层的来走的 所以在这个指示点上 就明确 好 那我就用相关的两千 除以它的出凝时间 就得出来 单位小时的 它的生产 它需要的量 那么两个去对比一下 到底这个公 是不是大于这个虚 是不是 如果公大于等于虚 那么它就满足的 这个生产能力 如果公小于虚的话 它就不满足 啊 所以在这个指示点上 你要去明确了 OK 那么我们就了解了这个时间 了解了这个总量 那么你直接用两千 除以相关的这个出凝时间 那就是得到了单位小时 它所需要的量 就可以了 啊 如果你考虑的因素 比较少的话 就是这么来的 但是啊 在真正的 咱们在施工过程之中 肯定是要有运输的 对不对 你不是说 我半合了 我直接放到 我A处半合 我A处半合 A处直接交 一般情况下 水里边会存在一个运输的时间 啊 运输的时间 你得减了去吧 啊 因此在这个出凝时间 还得给他减一个运输的时间 咱们不是半合运输交注吗 半合运输交注吗 所以你得把运输的时间 给他减了去 才OK吧 啊 所以在这个指示点上 就明确 好 也就是时间上啊 我给他减一个 给他预留出运输的时间 满足他的工艺流程的需求 才OK 好 了解了他的原理 接下来 我们一起来看啊 具体的这个公式原理 知道了我们来看具体的公式是怎么样子的 好 来看一下啊 QH QH叫什么 回忆一下QH叫什么 是叫单位小时生产能力吗 这不就是我们所提到的工吗 单位小时是他的生产能力 你应该是大于等于你需要的单位小时 他的量是多少 好 那工大于等于需 来看 他需要的是SD 然后呢 除以相关的时间 总量除以时间就OK了 那么在整个过程之中 你也给他成为这个系数 这个系数呢 其实叫做焦住不均一系数 我们在一站上直接去给出来 你就直接写明就OK了 好吧 好 我们来看具体的啊 是不是跟你这边的认知是一样的 S是什么 S是焦住面积 就是我们给到的焦住块 他有面积有厚度 他叫做焦住面积 混凝土块的焦住面积 但是前边你也必须答出来最大 你应该满足什么 你应该满足最大量才OK 你不能是说我满足中间这个 我满足最小的这个 他的最大量很可能出现 很可能不出现呢 不是这样的 你要满足最大量 剩下的那些so easy 所以呢 前面的这个最最关键的词 最大不要忘了 最大混凝土块的焦住面积 单位平方米 D是什么 FD不就是V吗 D就是最大焦住块的焦住分层厚度 M米啊 知道了 这就是提到的总量 然后时间 是不是用出凝时间 减去咱们预留的这个运输时间呢 我们来看一下 T1就是混凝土的出凝时间 H T2就是所认知到的出凝后 到入仓所经历的时间 就是我们所认知到的运输时间 好 那这个就是和你的原理完全搞狗了 没问题哈 好 那么我们所涉及到的QH FD T1T2 这些字母含义 你也是必须得掌握的 必须得掌握的 他们的计算 如果考你的计算 这个原理是很简单的 也是用总量出现时间 那么你要去找准了这个时间 找准了这个总量 取得是最大值 就好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所设计的点 除了这些一个公式以外 和前边这个供需 这两个公式以外呢 我们在这提到了这个出凝时间 那么这个出凝时间呢 在在这个表格里边 给大家去呈现 在看这个表格之前 那么先去把相应的这个表头 我们先去看一下啊 第一个呢 就是它的出凝时间 是跟你焦住温度有关系的 第二个是跟你 你是否去掺相关的一些啊 什么矿渣有关系 好 我们来回答一下啊 出凝时间温度越高 出凝时间越怎么样 温度越高出凝时间越怎么样 你怎么样 温度越高出凝越快 是不是啊 所以呢 我们所提到的出凝时间 肯定是越怎么样 越短的 是不是啊 那么来看 30度20度和10度 和后边这个 那么一次30度对应的值 是最小的 这是第一个 来看第二个 对于普通混凝土和矿渣混凝土 啊 普通混凝土和矿渣混凝土 这两者来比的话 谁的出凝时间会更快一些 谁出凝更快一些 普通混凝土和矿渣 矿渣它的参加 就是我们抵了谁呢 水泥 水泥少了 它的凝结硬化就慢了 那么所以我们所涉及到的出凝时间 它就慢了 矿渣吧 当然了 矿渣缠了 它的凝结硬化就慢了 所以它的出凝时间就慢了 啊 所以在这个点上 而且你的水化热就小了 是吧 啊 所以在这个点上 就是矿渣的 它肯定是大于普通水泥的 好 这两个原则 你是必须得会的 会了以后 我们再去看一下具体对应的点啊 首先来去看 10摄氏度 20摄氏度 30摄氏度的一个对应关系 是234一个对应 那么它的我们的矿渣比普通混凝土 要怎么样 要大一些 大多少呢 0.5 2 2.53 3.54 在这一个点上啊 并没有一个本质区别 也就是此时 你的温度 起一个核心点 都是4 你这个表格用四线白的计吗 用吗 当然不用计 当然不用四线白的计 123 30 123 123 就是10 20 30 对应的就是 432 OK了 123432 没问题 好 那么这个表格会不会去考呢 没有去考过 一旦考了 是不是送你分的题吗 必须的 123 234 看你怎么对应 重点去掌握 胶筑温度和矿渣 对我们整个出凝时间的影响 就可以了 没问题吗 123 234嘛 来我们学校说用不用备 用备吗 用备吗 如果考了 那我就直接123 234的对应就可以了 差个0.5 如果没考 那么就过了 背 背 死前半裂的背吗 不是 你不爱说 你刚开始学数字的时候 比如说我儿子 他刚刚是 他现在就在学 123 345 什么12345 678 90 到时就不会了 所以123你常说 那么这一些就OK 250需要背 那必须的 250是需要背 不是你是250要背 是250 不管是200还是50 那个需要背 是吧 好 这就是我们所认知到的 关于意见里边 跟大家去讲需求的时候 你要知道这些公式 公式原理 必须得会 公式的字母含义 以及公式的计算 你都是要核心的 细心的去掌握 这些的 尤其是关于这两个 公需的时候 公式里边的字母含义 你必须得掌握到 后面那个单位表示 好 这个要注意 好吧 好 接下来我们要去讲完相关的内容 我们来去看具体的题目 原先准备计定数字背吐了 我告诉你哈 这个谁 180 我的数字不会让你背吐 相信我 给你那么多好玩的东西 就是让你玩着里边去背吗 好 来 继续往下看 来 这道题 这道题 有选错的吗 没选错 这考什么呢 考的是生产能力 根据生产能力去判断一下 这个半核系统的规模 那么这个生产能力 看的单位 第一生产能力 你必须看单位 看完单位 再去想技巧 它的单位的第一步 是立方米每小时 好 OK 那么我们就想到了 不管200还是50 所以给到了一个250 250 只要在期间 它就是中型 因此 这道题选什么 选谁呢 对 选B 什么小1小2没有 就是小型 要么是大型 要么是中型 要么是小型 没有小1小2 它的区分 好 没问题 所以这道题选什么 选B 好 来 先来往下看 17年这道题 17年这道题呢 也是让你去选它的规模 那么我们的第一步 不要忘了 是去看这个单位 它的单位是万立方米每月 第一步 那么第二步呢 我还是计250 但是呢 它是月的话 我直接给它乘以 月一个月 如果没有特殊说明 就是30天 所以在这乘以的是300 是不是 300 这是6万 300乘以50 是1.5万 那么万已经给出来了 所以你只需要去找 它是否是在1.5和6之间 给出来的是几呢 2 是在1.5和2万之间 所以这道题选什么 好 没问题 选谁呀 对 选中型 这就是在前面我给大家提到 说这个表格呀 考了三年 这三年呢 其实都在考同一个类型 就是中型 这是我们提到的第一个小技巧 那么有学生说 陈老师是不是 如果真让选规模的时候 我实在想不通 我就给他去蒙这个中型呢 这是你是蒙 但是我不建议学生去蒙 因为咱们基本上所有重要的数字 我都会给你一个让你记忆深刻的 啊 希望你记到我们明年水利出考场就可以了 好吧 原题啊 来 第一个我们强两道题就过了 接下来 要做案例题吗 必须来 两道案例题 带你去做一遍 它的生产能力到底如何 好 我们来看 第一道案例题 第一道案例题是18年 18年提到我们根据相应的一些规范 先按照高峰月焦住强度 初步确定了它的生产规模 同时又按照平焦的啊平层的一个焦住方法 呃 计算公式直接给出来是QH 大于等于KHSD除以小括号T1-T2 去符合了混凝土生产能力的一个小时啊 小时生产能力 也就是我们要去看问题 也就是他这次啊 没有考你计算小时生产能力 他主要是考你教合 但是啊 这道题并没有考你计算考什么 指出事件中计算公式的字母含义 考了咱们的第一层次的公式点 叫字母含义 嗯 一起来哈 这个公式的字母含义 有学员会去丢一个 最易丢谁 QH啊 我们在做答的过程之中 很多学员说 KH小时不均匀系数 S最大混凝土块的啊 最大混凝土胶筑块的啊 什么面积啊 D最大混凝土胶筑块的厚度 分层厚度 然后T1出凝时间 T2从半核到他入仓的时间 那忘了谁 忘了QH啊 再次强调 他说计算公式中的字母含义 所有的字母含义 你必须是所有的字母 都得跟我说含义 别忘了QH QH是什么 小时生产能力啊 小时生产能力 立方米没小时吗 你千万别忘了 这个占分值的啊 我再次强调一下 学员就忘了 就直接写后边 别忘了他 他也占分值的 虽然前边提到 什么初步确定了 他的小时生产能力 复合了小时生产能力 你要知道QH 也属于公式中的一个字母 这个字母 必须给他出含义 好吧 这要注意啊 这我们调的第一个点 第一个你容易去丢的 第二个呢 就刚才我学员哈 我好像晃到了 说别忘了单位 对呀 单位什么 立方米 每小时 S的平方米 D我们所认知到的 米 还有后边的T1T2 认知到的小时 这个单位 你必须要去学会 OK 这两点啊 只有你把这两点 完整的去注意了 咱们这些分值 你才能拿到满分 我们来给到 QH 小时生产能力 立方米 每小时 KH 小时不均匀 是 S 最大混凝土块的 胶筑面积 D 最大混凝土块的 胶筑分层厚度 单位 那么T1 混凝土的 出凝时间 T2 初几后到胶筑 入仓所经历的时间 也提到了H 所以在这个要点上 要再次去明确 它们里边字母含义 你达到什么样的程度 你才能拿到更高的分值 就是这样的一个程度点 好吧 好 第一到18年 考字母含义 除了考字母含义 你还是考什么 考你的计算呢 来看 2020年这道题目 2020年 2020年这道题目 直接去考你相关的一些内容 把我们上面的内容 基本上全概括到了 我们来看一下啊 提到的是混凝土中立霸 霸地位岩基 采取的是分封 处理用了相关的子同质水片 发生了如下事件 事件一 工程开工前编制了常态混凝土的施工方案 那么确定了越高峰越混凝土交出强度 为是25000立方米 施工单位采取这样的规范 没给你公式 采取规范中的有关公式 对混凝土半核系统的小时生产能力进行计算 有关的计算参数如下 来看 小时不定于细数 KH是1.5 月工作天数 M是25 日工作时数是20 经计算 你采用生产率为35立方米每小时的 GS750半核机两台 好 这就是整个事件 整个事件就是围绕着整个的半核设备来走的 好 了解了这样 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往下看问题 好 问题是根据事件一 计算该工程需要的混凝土半核系统的生产能力 判定 判断一下你选用的半核系统的生产能力是否满足要求 这并不是直接说我们的这样的工序平衡 那么这个平衡你要去涉及到的就是设备是否满足生产能力 对吧 设备的一个平衡点 好 这是提到的第一问 第二问让你去指出影响混凝土半核系统生产能力的因素有哪些 第一小问和第二小问 好 我们来一一来看 第一小问 第一个要去计算了 计算它的小时生产能力没有给公式 能不能背出来呀 总量出于时间吗 是不是 也就是我们提到的QH等于QM除以小括号MN 那么再乘以一个KH总量出于时间 好 一起来看啊 KH来去找计算的过程之中一定要计算准了 好吧 KH我们取到的是1.5 QM是多少立方米每月 也就是给到的月交注强度为2万5 直接去代入2万5就OK了 好 除以十先 除以时间是M乘以N 那么我们所认识到的不管大些小写这是没有关系的哈 在这大些小写是不影响你得分的也不影响你计算 这个M是25 那么我们相关的这个N就是20 好 总子起来除以下都等于QH等多少呢 需要给出来是多少 75 对 好 不错啊 是75立方米每小时 好 第一小步 就是如果你想用用到这个方案 那么你要去选具有75立方米每小时的设备 你才能满足这个方案的需求 是不是 好 第一个点 我知道了 那么来看第二个 他已经告诉你了 选的是生产率为35的两台 那么你要看一下他满足不满足啊 你直接用35跟他比较吗 你直接用35跟75来比较对吗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有很多学生在这比较的时候问了 你什么 两台 咱要跟什么有关系 和设备的容量有关系 跟台数有关系 跟生产率有关系 绿容数啊 所以你不能用35 你得用35乘以2 等于70 这两者来去对比了 这两者来去对比 那你看 如果本方案是75才OK 你选用的这个机械是70 能不能满足 两者对比不能满足 这个就是计算过程 我讲起来说 沈老师你带着我讲 那我觉得很简单了 你不带着我讲 我就不会 不会是因为咱们理解的不透彻 不会是因为咱们做做案例题的时候 容易出现混乱 一步一个脚印走 一步一个把案例题给我分析透了 那么这些就迎刃而解 好吧 不满足 好我们来具体来看一下 第一问我们就搞定了 不满足的也计算了 好第二个 影响混凝土半核系统生产能力的因素 有哪些 因素包括三个 刚才提到了 这三个叫我们的绿绒数 有绿生产率 绒设备容量 数台数 这三个你要做到相应的简单题 这就是20年的题目 20年很多学员考下来 给我第一反应说 沈老师 20年的题我觉得挺简单的呀 那我没考高分数 为什么呢 是因为咱们的技巧不够 是因为咱们对于知识的准确性 掌握的不够 那么你在接下来 如果你在20年没有考过 21年你继续被考的话 我的建议仍然是从基础做起 基础可能对于一般的学员 要花费两个月三个月 可是对于有基础的学员呢 你只需要去花费一个月的时间 你把大量的时间 集中到了咱们的做题 以及后边我们的冲刺阶段 好吧 这是你要给到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学习方法 好 我们简单去把这个问题说完了以后 来看相关的参考答案 跟着三长老师学的学员 一定要去注意 所有的参考答案里边 你尽量去分调 就以问号来去分调 这个问号里边包括两小问 所以第一小问和第二小问 我进行分调了 第一小问先去计算 得出来75 然后去对比 个70小于75 故会能满足它的需求 这是第一小问 第二小问 直接去作答设备容量 弹顺与生产率 好 那么这个就是在20年比较典型的一类相关的计算题 以及应用计算的结果去判定的一些题目 那么生产设备的 半核设备的生产能力 我们就跟大家说这么多 我们的知识点一就到此结束 给大家讲完了 哈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